大家好,我是Rick and Jaff 我拍了這麼多集香水片 應該沒有人不知道我有多喜歡香水 小時候選香水都會覺得香不香 好像搭不搭就算了 但大過越來越了解香水這件事 其實有很多類型是可以發掘到的 覺得有不同的味調 配合到不同的性格 重點是能否適合當日的場合 我在中常環找到一間香水的小店 裡面介紹引入的香水全部都是外國回來 而且小眾的香水居多 重點是你進去聽到很多故事 是很引發到你整個inspiration 原來香水的製作可以是這樣的 給了多少想像空間大家 我覺得這間店會找到這件事 入到這間店你會感覺到 它對於香味的追求其實是很精緻的 為什麼呢? 因為你看到很多香水品牌都是來自世界各地 它有他們的香粉蠟燭 它有他們的diffuser 甚至我覺得有一個corner很吸引到我 就是它有一個類似藏書角 去describe完每一種香味 其實它的來源是些什麼 你進到這間店你會看到很多品牌 那究竟怎樣進去選才適合自己呢? 我幫大家分了這個categories 有五個categories 從這幾個地方去選擇的話 你應該都可能會選到一種適合你的香味 那我們一起逛逛好嗎? 第一樣當然是看外表 整間店裡最吸精的就是這個corner 這個品牌叫做Manzita Rosa 它是一個意大利品牌 重點是什麼呢? 它有兩個collection都是非常有趣的 一個就是classiccollection 另外一個叫護身符collection 你聽到護身符這件事其實真的很適合我 對於一個我這麼spiritual的人 這麼多個系列裡面我自己有幾支是很喜歡 這個就是他們叫靈魂系列 其中一支 另外一支就是很適合我 塔羅牌的漁人 Lamette 這個就是塔羅牌的漁人那張卡 另外今天很想介紹就是這個 這個叫做sonaril 它中文就是真實的夢想 但其實它前面有一個萬婆羅花 是一個護身符的感覺 我自己很喜歡這個味道 就是因為噴上去 它是一個很溫和很有energy 那為什麼呢? 因為它的味道其實挺重 一個是虎拍 另外它有 Rum酒 正 它還有兩個成分 因為它裡面有一個海洋的味道 所以會令到那個感覺會 lite 還有它最後有些tip rose 所以這個系列裡面我很欣賞這支 第二樣我覺得是講價錢的 因為一些小眾的香水品牌 其實他們很多都是手工做 他們的材料 其實都是很珍貴 或者是比較昂貴的東西 所以很多這些小眾的香水品牌 其實進來香港都要四位數字以上 但是這個品牌叫做cafusia 其實它是一個意大利的品牌 很多的原材料都是來自於那個叫做capri的小道 因為一些有錢人很喜歡在這個小道道價 而它是給大家一個很旅行的感覺 不知道大家沒有去意大利 如果沒有去的意大利不要緊要 你拿這支去聞一下 就有意大利的感覺 我很喜歡這支東西 叫做caroleum 它是紅珊瑚的意思 它的味道好像你去到一個 外國的小島上面 有一些木屋 有一些珊瑚的味道 即是一些海洋的味道 同時就好像是去買麵包 又或者是在那裡遊覽一下的感覺 重點是它本身有一些廣霍香 有一些雪松味 而旅行的感覺是很重 價位還要是三位數字 你就可以買得到 不妨試一下這支 第三樣我覺得要說一下歷史的感覺 這裡有一個品牌叫做MDCI 就是你看到這裡 其實它有兩個系列 一個是classic系列 另一個是明畫系列 為什麼會有這個明畫系列呢 就是因為當時那些調香絲 其實是看著這些明畫 然後去製作這一隻的香味 有這麼多支裡面 我特別喜歡這一支 那個歷史背景是有趣的 但是我比較在意 就是它帶給我的意境是什麼 這個味道其實噴上去之後 你會覺得它很有品味 而且它好像給到一個成功的感覺 應該是怎樣的一個畫面 第四樣我覺得 一定要選一些女朋友都喜歡的味道 你覺得如果你噴完這個香水 是女朋友想聞的話 我覺得要試一下選這支 因為這個牌子叫做Papillon 它是一個英國品牌 它這個味道我很喜歡 叫做Tobargo Rose Tobargo就是一個煙絲的味道 但是再加玫瑰這個東西 煙絲的味道 它是用乾草去做它們的ingredients 但是它玫瑰的部分 就是用保加利亞玫瑰和每月玫瑰的 所以乾草、煙絲的那種乾強感 再加這個玫瑰 因為噴了上去 自己個人又沒有那麼strong 但倒過來 女朋友應該都很喜歡聞你這支味道 最後一樣 我覺得要找一些有驚喜的東西 我找到驚喜 我就看到這個牌子叫做Ford & Manley 你看到它的外表 你會覺得它是一些很歐洲的香味 但完全不是 它是一個澳洲品牌 第二就是 你覺得它應該是有class 有很dramatic的東西 偏偏它每一種的味道 都跟它是完全不合適的 我很驚喜 再加上我找到這隻味道 叫做Impression of Giveny 它是一個印象花園 噴了上去 你的味道是非常驚喜 平時的香水都一噴下去 就已經聞到它是玫瑰味 它是Jasmine 或者它是木味 但噴了上去 你聞不到有一種很exactly的味道 原因是它有十幾二十個 在這隻香水裡 而它是翻轉帶到你一個情感的遊走 突然間你會想到一些很開心的東西 突然間你會想到一些很不開心的東西 那個Emotional是很強 跟它這支的名字非常相似 香味是一種看不到的東西 你不會看到香水 就會看到它是玫瑰 它是蘋果等等 其實我經常都說 你一定要有一個人告訴你 那種香水 究竟合不合你 那個味道可以帶到什麼景象給你 我過往的經驗 是真的不是每天都做到 但是Santanich這間店 我覺得後面 這兩位的小妹妹 其實他們兩個是一個香水的specialist 然後我身後面就是Sami和Arena 因為你知道介紹完這麼多支給我 我自己選了這五支的 你兩個覺得其實哪支最合我呢 我自己個人就覺得Tabacca Rose 比較搭配你 首先就是它的氣味方面 它的氣味是一個偏向中性的感覺 而且都很適合你的工作性質 你是造型方面 其次就是它給人的感覺 都是一個很精緻的感覺 都很適合Ricky 這間店裡有很多種不同的香水 很多種不同的味道 有時候聞一下你會覺得很累的 不妨可以試一下這三個方法 第一個當然就是飲水 既然大明知水 或者聞去倒杯水都可以的 第二 聞一下咖啡豆 感覺會不同了 最後一樣 他們教我的 原來是可以聞一下自己的肉 如果你都很想探索一下自己的味覺 找到一種你自己喜歡的香水 我們不妨都下來一起 experience 找一下 如果你在這裡找到一種你很喜歡的味道 記得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和我一起分享 還有記得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還有按下方的小鈴鐺 我們Facebook Instagram 和Youtube再見 拜拜 如果大家可以看到 Facebook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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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ity